在充满你的回忆里面 我独自留爱和海角天边 一步步走过大深信愿 也许在来生的梦到明天 我们能再写进的情节 一步步完成最美的全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早 早 早 今天第一场是烟火戏 这是防火运用的石棉衣 服装说让莱小姐先把它换上 好 谢谢 来啦 你怎么了 可能昨天做噩梦 又失眠 刚才胃疼得钻心 拖出一些胃液来 好了很多 我去叫根祖的医生 别 这是我的老毛病了 不用叫医生 这是我现在浑身无力 你扶我一下好吗 嗯 要不我跟导演商量一下 今天拍别人的戏吧 别 剧组里最忌讳的就是这个 来之前 应征科已叮嘱过我 不要给拍摄增加麻烦 要不然 别人会在背后说他的 那怎么办 你现在这个样子也没法拍啊 今天的通告拍什么 我看一下 第一场是烟火戏 然后转井 下午有两场动作戏 这样吧 第一场烟火戏不用说话 你就帮我演吧 我 我完全不会演戏啊 没关系 不用说话 只要动作和表情 很简单的 可是 就帮我一次 我也只能试一下 要是不可以的话 还得你自己来 或者我跟导演说 先改拍别人的戏 不行 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让导演知道 扶自己前功尽弃了 你就把你自己当作是我 相信自己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拜托了 帮我顶一下 我休息一会儿 估计下午就能拍了 好 那你先休息吧 来 那个是什么 就送来的十棉衣 当你拍烟火戏的时候 穿在身上 那你接着穿上 嗯 师傅 能再快一点吗 我这是卡车 已经很快了 不能再快了 喂 乔秘书 好 我现在在兰兰这里探班 你跟他们说 等我探班结束吧 好 OK 那就先这样 啊 这边 来了 这场戏讲的是皇太子 因为记住这个寻贝勒 所以呢 派人烧了他的贝勒符 然后家哥哥文训赶来 迅速冲进火焰当中 寻找自己最亲爱的人 可是呢 他没找到 而且自己身上还着了火 这时候 他听到东乡房 有寻贝勒的呼救声 他奋不顾身的跑了进去 没想到 却被一个记恨寻贝勒的家仆 把门锁上了 锁在了东乡房 大概剧情啊 就是这个意思 一会儿你身上点招之后呢 听到寻贝勒的呼救声 就赶紧跑进去 然后那个家仆呢 不是本门锁上了吗 你只需要在东乡房待上 我想想啊 十秒 顶多十秒就可以了 好 我点好了 毅总 Holy Lux 我听夫人 听夫人 给到个小学生 我听听夫人 Shouldän 下一 Victoria 赳 vowel 快点火啊 点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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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蓝小姐 正在里边演着呢 点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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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火啊 放心 穿着帮我走啊 点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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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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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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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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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火灭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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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 快 快 没事吧 应该不会有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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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快点干净 快 快 快 蓝蓝是不是在里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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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 快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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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蓝 快 快 快 拿砝子 快救救一趟 蓝蓝 快叫救护车 快 快点啊 快点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小伙伴们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霓裳 她没事吧 蓝蓝 蓝蓝 你没事吧 蓝蓝 你醒了 我是张晓 你是张晓 蓝蓝呢 蓝蓝今天不舒服 让我替她 她怎么了 她昨晚做噩梦 我 放心吧 蜜没事的 还好我们动作快 还不开门啊 不要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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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上下 请上下 还不开门啊 不开门啊 请往后退啊 不要急啊 别门啊 不行 不要危惯啊 还不开门啊 不要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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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惊醒啊 差点出人命啊 以后啊 少接烟火戏 本来就那么点片酬 再搭上命的话就太不值了 听说她差点被烧死 啊 这么恐怖啊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请不要 颜总 蓝蓝小姐出车祸了 别乱置了 平安 蓝蓝 不要妨碍我们工作 我是帮男朋友 好 蓝蓝 我是音长 放心吧 你不会用事的 放心 坚持一下 来了 来了 医生 他现在怎么样 你不要激动 病人的皮肤 被大面积灼伤 属于重度受伤 另外 他的肺部 还伴有吸入性的损伤 不过幸好 距离爆炸原点 不是太近 否则的话 就根本没有救了 我们已经给他做了 轻创手术 和呼吸道插管 现在 暂时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不过有一件事 病人上半身的皮肤 手伤面积太大了 虽然说 我们可以考虑 通过自体直皮手术 给他修复一部分 但是如果想要 完全恢复原来的容貌 基本上是没可能了 医生 我求你 我求你 只要你能够让他恢复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我们已经尽了 最大的努力 实在抱歉 艾莫能助了 求救你 你马上领悟 我的整心医院 对 马上 你还在这做什么 走啊 走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 我问你 你怎么照顾她的 你为什么会替代她 到现场拍戏 她身上为什么会有火药 说啊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都是女害的 都是女害的 都是你 你要干吗 放开她 晓晓 你没事吧 你也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吗 我没那个心情 发生了什么事情 脸脸的车被炸了 你们给我走 守 隐正 我希望你能冷静一点 张晓芝是她的助理 不是她的保镖 你是说她活该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蓝蓝是个有故事的女 她没那么简单 你给我闭起来 别说了 让她一个人静一静吧 走 我们走 走 去电话 我没有寄屁 李里 Cham 蓝蓝 别怕 一切都过去了 没事 你好好睡一觉 忍一忍吧 好吗 忍一忍 我求你了 忍一忍 很快就好了 这一次发生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但你放心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你放心 其实很多事情 你根本不用瞒我的 我早就猜到了 你嘴里说的那个邻居妹妹 就是你自己 对不对 我说过了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连一切我都能够接受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兰兰 没事的 有我在 爸 你可真是的 一声不吭 也不是让我去火车站接你 接啥呀 又不是不认识路 在你这儿啊 就是歇歇脚 过两天 我还得自己溜达着去医院 做那个手术呢 手术 你别吓我 你能不能一次把话都说完啊 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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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跟你说啊 我就是给看大队带路的那个时候啊 我不小心给摔了一跤 到医院去检查呢 这摔伤倒没什么事 但是查出来一个肿瘤 咱们那儿的医生建议我到北京 我这不就来了嘛 爸 你怎么让人那么不省心啊 那么大年纪了 别逞强带队了 现在又查出个肿瘤 怎么弄啊 好 闺女啊 闺女 别哭啊 没事 没事 你爸爸身体好得很 医生都保证了 说这百分之百是个良性肿瘤 就像你小的时候 脸上长个青春痘一样 放心吧 没事 没事 来来来 看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 这都是咱们老家的 来 童子儿 来 这个百合啊 给你煲汤喝啊 你别这么辛苦了 这些吃的网上都能买到 不是 这是老家的 拿着 来 快收起来 来 给你带什么 来 来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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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郑月 想尽一切办法把损失降到最低 之前花出去的钱是已经收不回来了 之后每一分钱一定要做好预算 总之要在老爷子回来之前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明白 否则老爷子会被气死的 另外 你给剧组的知情人士发封口费 警方事态扩大 做好这次的危机公关工作 还有就是配合好警方 争取早日破案 没问题 对了 兰兰那边 澳洲那边已经核实过了 他给人事部的电话和地址全都不属实 电子邮件也没有回复 让澳洲那边的朋友再帮帮忙 争取早日查到他的真实身份 好的 请进 康总 什么事 今天一早 我们的网站上出现了几个携带了黑客病毒的电脑文件 打开之后电脑就会自动关机 如果他保留三个小时 就会自动修改网站上的一些数据 所以我们的维护员就马上删除了他们 但是经我派人调查发现 这几个文件是从蓝小姐的私人笔记本电脑自动上传的 这件事情这么蹊跷 的确如此 所以我赶紧来告诉你 好的 陆主管谢谢你 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 你再继续查 如果有什么新的发现 及时通知我 对了 最好找到那个笔记本电脑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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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叔 帮我找个评图专家 我这里有一份破碎的文件需要复原 蓝小姐 该灌药了 这两份破碎的文件尔家 对我ola检查 我希望你能复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姨 英总 这个是拼图专家 送来的资料 这个是拼图专家 你还记不记得 我跟你说过的 那个邻居妹吗 其实 我今天接到我妈妈的电话 说她失踪了 我觉得 她一定受不了 肌肤的虐待 才离家处走的 可是她到现在 都不知道是生是死 她真的很可怜 其实很多事情 你根本不用瞒我的 我早就猜到了 你嘴里说的那个邻居妹妹 就是你自己 对不对 兰兰兰 这些都是你的过去 我不在乎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爸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来 爸 今天有客人啊 没有 我想啊 叫你妈妈今天陪着咱们一起吃饺子 来 快坐 小小 这次爸爸来北京 除了看病 还有一件 重要的事情 想告诉你 什么事 你别吓唬我 不是我的事 是你的事 是你的事 我的 这件事情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 我 实在是挺难开口的 爸 爸 你什么时候说话 这么吞吞吐吐的了 快说嘛 刚才 我告诉你 今天我让你妈妈 和我们一起吃饺子 其实是为了 当着你妈妈的面 来告诉你这些 这 这不是我吗 这个是你 这个是你 旁边的 是你的孪生姐姐 姐姐 爸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擅自不是 爸爸 爸爸 爸爸对你撒谎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 其实 你不是我的亲生 那个 小小 你听我说 爸爸今天跟你说了那么多 也是深思熟虑过的 我犹豫过很久 这些话 到底什么时候 何时告诉你 说了之后 你会不会恨我 或者是生疏我 我之所以选择今天告诉你 是因为我觉得你已经长大了 完全独立了 自从你上次追问我 有没有姐妹之后 我一直内心不安呢 所以今天决定告诉你 张泽江同志 你可真沉得住气啊 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 我爸爸到底是谁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二十五年前 我遇到你妈妈的时候 他严厉了你 我把他送去医院的时候 他已经快不行了 医生抢救之后 哼 至久活了 你们两个 他却走了 醒醒啊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挣不了几个钱 也不会照顾孩子 其实根本就没有能力 养活你们两个 我就把你的姐姐 送给了一对年轻的夫妇 他们人挺好 也挺爱你姐姐的 临走的时候 我把你妈妈留下的那一对 白玉兰儿环 我把她分开 一直给她 一直留给了你 女人 我 孩子 别哭了 爸爸对不起你 我一姑娘跟你说了那么多话 你心里很难受 一下子接受不了 爸爸知道 你已经知道 我不是你爸 以后 你可以不用管我叫爸 爸 你永远都是我爸 孩子 别哭 别哭 把心疼了 爸 我只是在跟我姐 晓晓 你见过你姐姐了 他叫兰兰 兰兰 他现在在哪儿 他现在在哪儿 你说呀 快告诉爸 他在哪儿啊 快告诉爸呀 姐 护士 病人呢 我 我没看见他 他是不是去回身间了 被窝已经凉了 人应该 离开很久了 妈 妈 来了 就是他 就是他 他 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什么 失踪了 叶先生 我们刚刚已经陪您 把整个医院的每个角落都找遍了 这梁小姐确实不在我们这儿 你们都是干什么的 连个病人都看不住 叶先生 实在对不起 她伤得那么重 一定不会走远的 我们已经报警了 相信马上就会找到她 但现在已经很晚了 不用再说了 我在这里等她 你们可去找人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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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ulation 是我的双胞胎姐姐